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的情势 这个战况一直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战况恶化 那个泽伦斯基这个压力蛮大的 那美国前一阵子有950亿美元的 对乌克兰对以色列还有印太地区 有这个军援总共950亿 950亿当中有608亿4000万美元 是给乌克兰 在乌克兰拿到的不多 很多的他都是这些给了 武器都已经给了 武器先给了 武器给了 他这个钱只是归电 那归电回去而已 还有90亿是要给乌克兰发薪水 这是给他财务支出 打仗他没有办法生产 工业停顿 农业也整个的都减速了 那就是薪支怎么来 靠美金美元是整个样 发薪水 另外还有一个补助 北大信仰公约组织 因为他们的武器也都给了乌克兰 那这个钱要给他们 你不管这些德国也好 波兰也好 意大利也好 法国也好 这些武器都要归电 甚至还包括英国也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908亿4千万元 他是要这个 他不是说整个给他那么多 巷量那么大 火力马上增加 其实不然 因为他这个钱只是 只是已经 有的已经先消耗了 武器已经先给了 是这个样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乌克兰的状况 乌克兰状况我们来看 这个目前乌克兰算是节节败退 俄罗斯是 这个稳扎稳打的逐步推进 那我们现在看了 这阿卡迪夫卡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了这整个 这个是大家很清楚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半岛 这是俄罗斯引战去了 本来是给乌克兰 后来俄罗斯把他拿回去 拿回去之后 这是2014年 那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比较深色的区域 这是顿巴士地区 顿巴士的北边是卢干斯克 顿巴士的南边是顿内刺客 北边卢干斯克 南边顿内刺客 这个整个叫做 范城叫做顿巴士地区 那这个地方是扎波罗热 这个地方是赫尔松 他就知道了 这四个州 卢干斯克 顿内刺客 扎波罗热 赫尔松 这四个州已经独立了 俄罗斯已经把它独立了 而且这一次 在三月份的 俄罗斯的总统大宪普丁 这四个州有投票 已经被俄罗斯 把它并进去了 那在这个地方 有个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的话 那这个待会以后 待会以后我们再说 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 我们顿内 顿巴士地区 有个顿内刺客 顿内刺客 这个这边有阿卡迪夫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圆圈 以这个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战况非常的激烈 巴赫姆特 这个打了这个前前后后 从前年开始打到去年五月 被俄罗斯整个拿去 那没有一棵树是完整的 没有一个房子是完整的 整个是满木川里 这打烂掉了 打了八个月 打了八个月 从前年的八月 九月一直打到隔年的五月 整个就俄罗斯拿去 整个烂掉 那现在这是在巴赫姆特南边 阿卡迪夫卡 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比例是很小 看不到 看不得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先来分析 这整个11万多 将近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整个是被俄罗斯现在占据了 那现在 乌克兰没有办法 他讲反攻反攻 西方国家一直帮乌克兰讲 乌克兰胜利 乌克兰收复什么 那是骗人的 那是因为内宣要用 因为内宣要用 其实都是俄罗斯节俭 稳扎稳打推进 现在俄罗斯也不管 他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是这个样子 那一步一步走的话 那现在 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动员那么多次 十几次的动员 没有办法 一直叫火力火力 希望国家敢给他武器 但也给了 现在没有人 给了武器要不要训练 要训练有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 你没有拿到武器也没有用 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这怎么办 这些问题要怎么办 怎么样去解决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总会的这个 刚才所讲到的 阿卡迪夫卡 阿卡迪夫卡 这个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在阿卡迪卡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灰色地带是他的建筑物的区域 就是人口 比如村庄 大概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说 俄罗斯黄色的被他村去了 红色是 粉红色本来他的区域 黄色又突出来了 你看他一直在攻 这是俄罗斯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顿巴斯地区 在这顿巴斯的西方 这个地方俄罗斯拿去了 这个地方俄罗斯拿去了 整个要关起来了 这个地方要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那这赶快撤退 三个村庄要撤退 是讲这三个村庄要撤退 要向西撤退 武克兰一定要向西撤退 不向西撤退 当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关起来的时候 这里面 翁中捉鳖 那怎么办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阿卡提夫卡在这里 很清楚的 阿卡提夫卡 这三个村庄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阿卡提夫卡不要看 阿卡提夫卡 这个南边还有国际 还有个机场 还有机场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只是大家因为 这个是图 这是方德坐标图 所以你看不出来 那待会我拿空照度给大家看 这个有点点像 巴赫姆特第二 大家如果在去年 有听我在分析的话 去年我在分析 我分析巴赫姆特 就这个状况 阿卡提夫卡跟巴赫姆特很像 也是要变成口袋战术 要怎么样关起来了 赶快要撤退 你不撤退关起来的时候 整个里面就完蛋了 围迁 包围迁灭 所以在他还没有关起来的时候 赶快撤退出去 一定要赶快出去 不再出去的话 整个关起来之后 整个生命线 补给线 交通线 全部切断 你切断之后 整个就围迁 所以赶快 乌克兰讲都是战术撤退了 其实就没有办法 这整个撤退 形势比人强 因为俄罗斯在这 俄罗斯采取稳扎稳打 他不要用什么战术 发现俄罗斯他也不用什么战术 就稳扎稳打 那现在的话他没有空权 现在美国还从 我们讲从哈萨克斯坦 总共把那些米格29 米格27 苏海24 那旧飞机都不要了 通通收起来 通通收过来 收购 收购 很便宜 反正都报废都不要了 那收购完毕来拼窗 拼出来 拼窗出来之后 你81架 大概拼窗个20架了 给乌克兰使用 因为乌克兰以前在 前苏联 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邦的时候 它是成员国 它就是里面的成员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邦 总共15个国家 15个 乌克兰其中 而且乌克兰是最大 为什么乌克兰面积60万 3000平方公里 对不对 除了苏联之外 它是最大的 它这15个加盟共和国里面 它是 除了俄罗斯之外 它是最大的 对不对 它比白俄罗斯还大 乌克兰是最大的 60万3000平方公里 它比白俄还大 是这个样 那它使用的都是 俄罗斯的装备 就是前苏联 大家 前苏联 后来 那个苏联瓦解之后 就变成俄罗斯 这个大家很清楚 那现在 我讲到的 这阿卡迪夫卡 就是巴赫姆特第二 如果大家在去年 可以翻出来 我看 完全 几乎是一个翻版 大家看了这一张 就知道 它关门 关门打狗 我们再看一次 关门打狗 那这个就在顿巴斯西区 那这个一定要后撤 一定要向西撤 那这边是东边 从东向西撤退 不然关起来就完蛋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这一个 我们讲的阿卡迪夫卡 就整个就被 俄罗斯吃掉了 那换下它又丢掉了土了 这大概好几百平方公里 你看就知道 好几百平方公里 看它按到方格坐标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交通图的 这个地方 那你看大家知道交通线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交通线 它只是引擎 画的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都有交通线 在这边交通线 都很清楚的 它这边有交通线的 这个颜色只是比较淡而已 只是说因为大家 只是我讲 因为我是研究军事 在这一方面 我就比较看得比较细 它的交通线是怎么样状况 怎么样连接 是这样 它的路是宽路还窄路 当然都是 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硬实路 就是普通的这个正常的道路 我来看 那我们来看这一张 大家就清楚了 这一张 这一张大家来看就知道 这一个 那我们翻这一个 大家就看 就比较清楚了 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红色的地方 是俄罗斯 红色虚线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楚 红色虚线 因为可能 颜色对比的关系 红色虚线 这是俄罗斯所占据的 蓝色的线呢 是乌克兰 乌克兰布阵在这个地方 乌克兰 蓝色的线 然后这乌克兰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它的前进指挥手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一个蓝色的圈圈 那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已经要关起来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红色的地方 这个地方红色的地方 这个就是阿卡迪夫卡 注意大家看到里面 这些建筑物 因为这个比例词比较小 肯定要非常放的非常大 大家看得到 因为为了把这个阿卡迪夫卡 整个显现出来 这个大家 这个抓的 导播一看到抓的就清楚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蓝色的这个线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叫乌克兰的军队的线 你看到吗 这个地方已经在这个地方 这个喇叭口剩下最后一点点了 大概只剩下宽度 只剩下一英里 不是一海里啊 一英里的话 大概只有一点六公里 1.66公里 1.6公里而已 大家就知道 这个宽度只剩下一英里 一海里是1.85公里 它已经不到一海里 只剩下一英里 比一公里稍微宽 赶快撤退 不撤退关起来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全部撤退 撤退之后 这个准备要关起来 那这整个区块就沦陷了 给 给 给俄罗斯拿去 这就是阿卡迪夫卡 重镇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 你看顿巴斯地区 有很多的房子 这个地方都是建筑 大家仔细看 盖了非常多 密密码的房子 这个换成在顿巴斯的地区 重镇 那这个地方是公路 刚才有讲到公路都出来了 公路线 刚才我有画给大家 这公路线 这个公路线 但是不要忘了 在南部有个机场 在南部 它现在拉到这边 这边有个机场 在这个地方 已经被俄罗斯站去 在这里 我把它稍微拉出来 偏出来一点 大家就看得到 这个是个机场 大家一个木制型的机场 木 这个就是个机场 在这个地方 这个因为俄罗斯站去了 很清楚 这个照相就知道 大家可以看出来 机场的这个宽度 不到三公里 因为它这个机场 大概只有 我们讲到的 大概两千八百 那就算四捨五入好了 就当三公里 三千公尺 大家就知道 我刚才讲了 这个地方要关门的地方 只不到 不到一英里 就在这个地方 不到一英里 这地方 大家知道 这个是将近三公里 你拿这个机场做比例 有时候你要拿那个钱 或者是比 旁边比一下 那个东西 到底是大 还是小 大家知道 你有时候放一块 放个五块钱的硬币 放了放一支笔 就知道 原来它大小 因为你要个比照 那比照怎么保比照 它旁边有方格坐标 那很好比照 那旁边没有方格坐标 UTM都没办法做参考 那机场嘛 机场做比较嘛 机场 那我可以告诉你 机场 这个机场是 228公里 2800公尺 那你就知道 这个大概多少 那这个 阿卡迪夫卡 就是这样 这个要陷落 一陷落之后 顿巴斯 俄罗斯的军队 有续续向续推进 整个关起来了 向续推进 这样子的 那北边的话是 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清楚 那我们 我把这个再拿出来 巴赫姆特在哪里 这个 我把这一张再拿出来 大家来看 就很有意思 巴赫姆特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 那这个地方叫 阿卡迪夫卡 所以顿巴斯 向前推进 大家知道 这个有点凹凹 凹的地方 他又向前推进 把它补平了 把它补平 这个比例子比 比较小 大家看起来 就会感觉到 因为这个加起来 总共是 11万平方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知道 因为它比例子小 但是我可以把 这整个图 跟大家看 乌克兰当初 是首方 首次 首次作战 首次作战 乌克兰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做防线 他当初应该做防线 为什么不做防线 首次作战 大家知道 法国以前对德国 他做了马其诺防线 因为法国是首次 他知道 德国是要攻势 坦克部队 他做马其诺防线 所以德国更没有 从马其诺旁边突破 他从亚东森林区突破 他从亚东森林区 因为马其诺防线 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坚固 总共18层防御 有敌盘网 高盘网 有地雷 有陆财 还有那个战壕 还有战车 根本没办法通过 因为它那个 地形阻障 还有火炮 机关枪 很多嘛 我们讲的 这就是马其诺防线 乌克兰应该做一个什么 巴哈防线 还有地涅伯和防线 两条防线 要做到 巴哈防线 巴就是 我们讲到的 巴赫姆特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在哪里 哈尔科夫在这个地方 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在这边 巴赫姆特 巴哈防线 巴赫姆特到哈尔科夫 为什么叫哈尔科夫呢 因为哈尔科夫是 乌克兰第二大城 仅次于基辅 基辅 基辅是政治经济商业中心 基辅 第二三岸是什么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是重工业 乌克兰重工业在哈尔科夫 所以为什么去巴哈防线 哈尔科夫到巴赫姆特之前 你要做个防线 没有做 那你第二个防线要做 地涅薄荷 地涅薄荷在这个地方 地涅薄荷防线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地涅薄荷没有 因为他要攻过来 地涅薄荷防线我做出来 两道防线 最少两道 一点都没有 巴哈防线没有 巴赫姆特 地涅薄荷防线没有 所以乌克兰 他当初是没有想到 准备要去打大仗 他以为只是那种洗脑战 局部战争 没想到是全面战争 现在乌克兰死伤 军人老百姓50万 超过50万人 死亡跟受伤 那怎么办 在波兰在欧洲 东欧还有400万的流浪 还有一部分是在 光在波兰就有400万 你不要讲罗马内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对不对 那波兰的话 400万当中有40万 是一零 就是说可以要被增后备 真兵还有后备的 40万在那边 要不要回去 不要 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 乌克兰战争 对乌克兰也看不到未来 那一直像西方国 要这些武器 弹药 火箭 飞弹 无人机 那怎么没办法 无拘于事 像德国要爆二航客 甚至还要爆三航客 像意大利 要爆风阴影飞弹 风暴阴影飞弹 风暴 风暴阴影飞弹 像意大利 英国也有风暴阴影 英国也有给乌克兰 风暴阴影飞弹 没有办法 像美国 要无人机 要海马斯火箭 那么多 还有像英国 要装甲运兵车 太多了 西方国要都给他 北大西洋工业组 都给他不够 因为他就乱打乱射 就是这样 发扬火力而已 但是他的发扬火力 根本只是在那边 乱打乱射 慢枪打鸟 他的发扬火力 可不可以形成战力 他有发挥火力 但是没有办法形成战力 目标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这个战略指向在哪里 乌克兰不知道 这个是兵家 兵家没那么简单 这个需要用兵 要军事 重点在哪里 要制重点 要聚焦 有没有 无论乌克兰在这方面 他没有办法 而且他是以小即大 以寡即重 以弱即强 那你这些战略战术都没有 训练有没有 这些美国给他的 给他 有没有训练 没有训练 你就仓促上去 你一个武器百分之百的战力 他可能只能发挥百分之二十三十 因为他急救张 你急救张 没有扎实的训练 没有严格的训练 那这个装备各个都有 美国的装备 英国的装备 法国的装备 德国的装备 波兰的装备 意大利的装备 你那么多 瑞典的装备也有给他 瑞典 那怎么办 怎么去使用 马上就要仓促成军 所以我们来看整个来看 战场整个态势是对乌克兰不利 可以看得出来 那现在已经要春天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 现在已经准备要进入夏季了 那夏季我看 没有办法阻挡这个俄罗斯的攻势了 俄罗斯他毕竟工业潜力大 战争潜力强 他的经济发展 不要看因为他俄乌战争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也是是正的 不是负的 西方国家对他做经济资产 这个欧盟对他做经济 美国对他做经济资产 还没收他在海外的资产 但是问题是 俄罗斯被没收 那他没收其他国家在俄罗斯的投资 在俄罗斯的不动产 在俄罗斯的资产 通通跟你冻结 大家来谈嘛 你没收我就没收你 你冻结我我就冻结你 大家变成经济报复 所以来着看 那今天的话是2024年5月1号 那我们这个乌克兰战争 打了两年三个月 我判断整个状况 对乌克兰不利 但是问题是战争 起战容易 这个停战难 因为没人要认输 只有巨师手法 继续在那边加码 那死了更多 那他也不敢 乌克兰全部没有人说 敢隔离求和的 俄罗斯就是要隔离求和 你要隔离求和 就那么简单 我死伤那么多 代价那么高 你要隔离求和 那乌克兰没有人敢提出来 谁敢提出来 谁就是叛国 那就继续投吧 再死更多吧 就是这样 那么只要西方国家的兵力 不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永远没有赢的可能 所以说美国要徽兵进入 法国飞兵进入 英国飞兵进入 乌克兰 那有可能 那他们到现在为止 两年三个月了 也没有飞兵进入 那就靠乌克兰应称 因为其他不敢 因为俄罗斯有讲 谁要去飞兵 去支援乌克兰 他准备动用核 大家听到 那叫打核战 那到底俄罗斯讲真的还讲假的 打核战千万 这个不是俄系 核战中子弹原子弹 轻弹丢下去不得了 这个大家不敢赌 照理会不会引爆 第三次世界大战 打真的打核战 所以大家就在这一方面是 那比较保守 所以我们来看 俄乌战争 这个战力 这个利害的转换线 已经转为对乌克兰不利 渐渐让俄罗斯战上风 就是这个状况 利害的转换非常清楚 那乌克兰的话 他现在女兵都上战场 女兵 我据我所看到的资料 女兵都已经死了 死伤将近六万人 女的 这个将来国家整个断代 整个断代 这一个年轻的一代都没有 消失了 都是死亡或残废了 你要这么讲 那这个国家 那将来迟早有结束了一天 迟早要割地 割地 赔不赔款是另外一回事情 要接受俄罗斯的一些条件 那但现在是不可能接受 我们看得出来 好不好 那这个我们俄乌战争 我就今天又稍微讲到这边 西方国家给他 现在又海马斯的火箭就开始发射 美国的海马斯的火箭 又给他了 海马斯还有陆区战区飞弹火箭 但是今天我要不要去讲的这个 俄乌战争 不要忘了 它有三个状况不一样 第一个无人机大量使用 无人机 大家可以看出 哇 无人机都几千架几万架 双方投入超过几万架 乌克兰这一方面也好 俄乌这一方面 无人机的天下 以前在俄乌战争以前 但是我很早前我就讲出来 俄乌战争还没有打之前 因为台海的问题 在三年多前 我在某一个电视台我就讲 无人机将来战场的天下 大家可以看以前的片子 如果要看以前的片子 三年前多 三年多前我就已经讲 那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 我说无人机将来是天下 而且这个物美价廉功能多 这个无人机就是好用 这一次在乌克兰战争做印证 那我现在讲 那事后诸葛没有用 那大家看我三年前就说的 这是一个 我们讲到的 将来这个战争一定是无人机 第二个 无人机完毕之后不要忘了 AI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出来了 将来的时候不只是光无人机 地面上都自动接战系统 那个枪自动发射 自动反制 机器狗 机器人都出来 机器战士将来出来了 因为已经有这样的机器人去驮 去运来的东西 后勤让那个机器狗去驮个东西都可以 机器人扫雷 机器人判读 机器人去做情报的收集 都这样 一定要这样 将来AI的天下 AI无人机搭配AI AI搭配无人机来准备做使用 人力尽少 尽量少上战场 步兵 炮兵 装甲兵 退射 步兵步兵看到无人机 十个无人机在上面 赶快就地掩蔽了 你还能把它挤落吗 那无人机很便宜 一个才几万块台币 人民币 几千块人民币额就有无人机了 上面还挂个手榴弹在那边 挂个榴弹炮或枪榴弹 有人讲说挂什么榴弹炮 榴弹炮不一样 榴弹炮那是重的 妖物榴炮不一样 那是很大的 不是挂榴弹炮 榴弹炮 不是 是枪榴弹 枪榴弹不大 大概就是那么大 枪榴弹 大家知道枪榴弹 比手榴弹大一点 枪榴弹比手榴弹大一点 不是榴弹炮 都有流制 但是不一样 枪榴弹比手榴弹大一些 或破极炮的炮弹 就那么大 破极炮的炮弹 大家知道就那么大 跟枪榴弹差不多 破极炮的炮 可以 无人机可以 但是榴弹炮炮弹 无人机不能挂 所以非常大型的无人机 不一样 有的是不一样 我看有的人讲不对 但我也不能讲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 怎么讲到不对 那个弹的弹种不一样 重量不一样 爆炸的威力也不同 不一样 这个是 讲到无人机 讲到AI 第三个将来 人造卫星的天下 看一两位 战场即时清收 全部看了一清二楚 电子光学相机也好 核生孔径雷达也好 红外线也好 雷射侧距也好 都在看 战场上看 战场的透明度越来越高 将来在从太空中 从太空来看到一切 天气好 电子光学看 晚上 红外线看 然后天气不好 晚上或者云太高 核生孔径雷达 雷达照相法 看 都这样 将来从太空 一朗无疑 战场的透明度 就跟那个德国的战略家 德国的战略家 所讲的战场迷雾 战场迷雾越来越小 变成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将来人造卫星 这个太空战略高地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一方面 将来人造卫星更广泛的应用 而且都微型化 以前人造卫星好大 一公吨 500公斤 800公斤 现在250公斤就很大 现在就几十公斤而已 甚至十几公斤 小型 微型 功能也多 就跟手机一样 手机 这个手机 以前的电脑好大 整个房间那么大 很慢 现在手机一个巴掌大 结果功能还更多 储存的资料还更多 可以知道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